以洁白沙滩和岛屿风光吸引大批游客的泰国 生态环境也因此遭受破坏 一场冠冰疫情导致当地旅游业几乎停摆 但也推动了生态保育和环境修复的工作 以下是本台著中南半岛通讯员黄晏玲发回的报道 泰国南部的普吉岛、苏美岛和滔岛 名人的沙滩深受游客喜爱 潜水天堂滔岛因为长久以来的游客活动 导致附近珊瑚礁受破坏 冠冰疫情爆发后 这里没了游客的足迹 珊瑚礁得以再生 一些环保组织也借机重新培育珊瑚礁 推广环保工作 使这里的海洋生态恢复活力 淘岛周围的20个地点还设置了捕鱼站 方便渔民的生计 当地渔民说这一代近期开始再度出现更大的金枪鱼、鲸鱼和海豚等海洋生物 是多年来少见的现象 业者则希望游客来到滔岛不只是为了潜水 也能尝试攀岩等活动 为了资助淘岛的环保计划 当地计划向上岛旅客征收20泰铢的旅游费 并希望为泰国其他岛屿树立开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